根据日媒时事通信社报道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表示 已知地震造成4人死亡 107人受伤 不仅攻城县和福岛县 东京的镇感也十分明显 捷运列车里的悬挂扶手剧烈摇晃 此外东京电力公司也在网站上公布 地震造成超过209万户停电 进而也影响到日本半导体厂 瑞萨电子表示正在盘查地震造成影响 环球金则表示曾短暂断电 没有人员伤亡 设备检查无问题就会恢复生产 日媒产经新闻报道 凯霞说明 不翻半导体工厂地震当下自动关闭 确认安全会恢复运行 而索尼的半导体相关工厂 没有人为损坏 正在确认对生产设备影响 由于此次地震与11年前的311大地震位置接近 日本当局随即对当地核电站进行了检查 目前小纳川和福岛第二核电站 没有发现异常 但已停止运作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内的 一个涡轮机 因为地震触发了火警 新唐人记者乔安 曾新敏 综合报道